我非常感谢倪平老师 在整个一个创作过程中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非常感谢大家 我都60岁了 我从来没有演过这一类的角色 我都很不自信 我一边演吧 一边想 这个老太太怎么这么坏 这么坏 我很不自信 她特别好 我今天忘了一句词 我应该是说送客 她自己说 你要不让我带 她很有经验 实话实说吧 导演和演员们 应该有驾驭剧本的能力 能够给她精练的再精练 现在就这个作品 谁跟谁都没搭上 老太太在台上 应该是有分量 您那分量就 你越少动越有分量 您跟她一块在台上来 我来就溜达 谁受得了 张九红 说您演一个黄太后 这黄太后一天到晚老溜达 或者到人家门口来了 也没有龙居奉年 您是黄太后吗 您不是啊 坐那儿温思都不懂 你就显出你的身份来了 王林今天的主要问题就是 私心杂念太多 你始终就没触到你心的那根肺管子里去 是 所以你都在表演情绪 尤其在最后站在那个雪地里边呢 我都替你挺难受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心里边拿着贼脑袋顶着瓜 你们台上的所有的表现 观众都能看在眼底 都是一目了然 很遗憾 很遗憾 我觉得导演实在是对不起抱歉 因为我觉得今天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 是我在舞台上的经验不是太足 然后连累了倪萍老师 连累了大家 我认为我今天的踢馆并不是很成功 因为可能是我紧张的关系 像李承荣老师你看那么严肃地坐在那 我这余光一瞟 李承荣老师我就心里这个扑通扑通的在那 那就赖他 这一次不好 对 这次赖他 就得赖李承荣老师 我觉得确实这个真不如我们在彩排的时候 大家能够扣得上 今天呢一个方寸一乱 老太太一下忘了词了好像是是吧 那个东西就一下子就顶不上去了 另外我就觉得王林今天整个上场的气都没了 我觉得在排练的时候 那个张扬都没有了 我觉得就是再放松一点 或者是再多练习一次到一次半 你就会松很多 一松整个戏的张力就变了 是是是 是是